不知道会不会有人跟我一样 就是你其实到每一个地方 你会观察的很仔细 观察他的市场 观察他的人 观察他适合变成什么样子 就是我无时无刻脑袋也就在想这件事情 所以当我来到汤泽的时候 第一件事情我就觉得说 喔这边好适合经营某一些事业 比如说雪具租借啊 那雪具租借也很特别 是我那时候是来这边 刚好认识一个在这边 那时候是交换学生的蒙古人 然后觉得哇他就是 就如同我刚讲的 他是认真真心对待身边每一个人 然后我有点被他影响到 我就觉得说 喔我一个台湾人来这边 得到这样的服务 那如果我的家人朋友也来 也是这样的服务的话 那该有多好 而且大家都可以enjoy在 这么美好的一个地方 对吧 虽然这听起来有点梦幻啊 对对对听起来有点梦幻 不会可是 有点爪啊 我可以理解 可是因为网路上对清达雪具 每个人的评价就是你刚说这个啊 我跟你说每个人评价都超好的 就是说被家人对待那种感觉嘛 这精神其实是有传达的 我目前没有收到 因为我有分享就是 你有照顾我们吗 我就po了一个文 我目前收到 应该有十几个私讯都说 有来这里跟你住过雪具 目前没有负评耶 我看这一集 刚才贝斯比较大会不会有 我觉得负评一定会有啦 但是我必须讲就是 我觉得生意好的地方 我们一定要有规矩 那我觉得额外的东西是 你讲的我们真心想给你的 但是没办法无限上纲 好有什么奥凯是提出什么要求 是你无法接受的 哦那我这个就直接讲啦 好快点来 我举例 今天你要来滑雪 那你是不是要安排好教练 那你是不是要有做功课说 啊我到这边的交通时间 大概是多少 你不懂 我就跟你讲 我们有客服 有line可以问 嗯 所有时候都还是会回复你 对 你知道我遇到一个 真的是很好笑的 他迟到了 他约了下午1点钟的教练课 OK 他12点半才到我店里要换衣服 哦哇 然后呢 他就delay了教练课程 在接送过程当中 他还很可爱的跟司机说 啊我们就在这边下车就好了 啊我们司机刚才有说 我们没有客人在这边下过车诶 因为那离那个上课地方还很远 对对对对对对 所以他想要干嘛 下来拍照 我不知道啊 他就觉得说 啊他好像 因为他可能是 我自己的想法是 他可能是 时间快到了 他有一点赶 然后他看到了 他就马上 灵机一动说 他想要在这边下车 那我们也安抚他 司机当下也跟他讲说 啊那 你这边是不对的啊 你要不要 我们带你到那个地点 你再联络看看是否那边 其实我没想到真的是不对的 然后我们又马上拍第二台车 把他接到对的地方 嗯 但他离上课时间就delay一个多小时 嗯 他就说 欸 那你要赔我们教练费 蛤 他这样对你们 对啊 我说 嗯 我是雪具店的 教练跟我什么关系 而且我也没收你教练费 我怎么退你教练费 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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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还是 很有 我还是很有礼貌 我真的是把 脾气有 算是压下 对啊 不然在台湾 我就是 我还是很有礼貌 哈 你就是怎么样了 会有情绪的 并不是他指责我们电影怎么样 而是他对我们的员工态度不好 哦 我懂 对 但我就必须讲 就是有些时候因为忙碌 忘了微笑 或者是 有些时候 那原因很可愛你知道 他想跟客人開玩笑 但是客人覺得你沒禮貌 啊我懂我懂 就是他只是想要 欸就是跟朋友之間開個玩笑啊 欸你看起來好像沒睡醒欸 客人就覺得 乾你屁事喔 哈哈哈 我只是眼睛笑 我只是 素顏 我只是水腫 哈哈哈 ok 但奧客一定會 一定會有啦 還有那種就是 他沒有辦法自己穿脫鞋子的 你知道嗎 蛤 就是 你說平常是雪鞋還是正常鞋 哈哈哈 那當天有一個媽媽來很可愛喔 他來以後 他就坐在那邊 就說 我們已經把鞋子 放在旁邊請他試穿一下 他說 他就在那邊不動 突然開始發飆欸 你們怎麼沒有人來幫我穿鞋子 蛤 不是已經打開好 在旁邊請他試穿很好 哈哈哈 哈哈哈 他傻眼 應該都第一次啦 應該是第一次 應該是 不知道 他不知道那可能是要給他的 然後我們那個員工就嚇到 說 哦要幫你穿鞋子 哦 那幫他穿鞋啊 弄 弄安全帽啊什麼 整套都幫他用 好微妙 好像在幫那個玩偶布置一樣 你知道 哈哈哈 所以你們青打雪劇主打的是 台灣的 滑雪課嗎 還是是其實全部都有 其實我們全部都歡迎啦 就是國外的啊 國外的都有 然後包括日本的啊 我們也都歡迎 跟你們自己沒有教練嗎 你們都是跟 住點 台灣這邊 沒有沒有 我們沒有 我們沒有教練 因為 怎麼說呢就是 我覺得 自己有去考教練想要教嗎 還是也都沒有 我完全沒有 因為應該講說就是 雪劇店 我們要做好的服務 其實就很多了 嗯 而我要涉及到教練的話 我覺得 超過我們原本能力範圍 就你嫌麻煩沒興趣 也沒有 因為 你也知道教練的 競爭對手很多嘛 嗯 那我們就是保持一個中立 因為我是希望湯澤好 那 說實話 滑雪教練來 大家都有自己要 謀生的技能跟能力 嗯 所以他們就是 為了冬季嘛 可以來這邊 對啊 欸 賺個錢 對賺個錢 對 那你不能什麼都吃 什麼都包啊 嗯 那再來就是說 我們需要的 其實是推廣的人啊 那我們把教練照顧好就好 嗯 就你有需要任何在湯澤服務 你要租車 你要租房子 或者是我們推薦學生給你 我們都OK 但我們自己不做這件事情 因為我一個做了 我可能得罪十幾個教練學校 我為什麼要做這件事情 對 我寧願跟他們合作 就是我們把我們有的資源 share給你們就好了 你們該服務好學生的你們去 我們做好雪劇就好了 那你身為一個外地人 你來這裡 你等於是 你買下那間 那間店嘛 對 然後做雪劇 那你不會得罪到那條街上 其他雪劇店嗎 呃 你是外地人欸 說實話會 對啊 會 但是 我覺得一方面也是解決他們的困擾 因為太多 因為他們基本上都是日本local的人 他們並沒有中文的人 所以當中文的人走進他們店裡的時候 他們很害怕 而且尤其是裝備上的溝通 你也知道雪劇裝備上的溝通 很可怕 需要很細節的 嗯 就包括你是左腳右腳 你喜歡的 ankle角度 然後你適合的版型 然後 有沒有太緊 然後腳有沒有剛好碰到又可以動 但又不會 對 讓你不舒服 幹這什麼東西 這個再 你說是你老公 那是殺天雙鞋嗎 我好煩死啊 哈哈 擺超貴的 煩喔 用一次就不行了 就跟他講 就是本來就要很緊 模擬把手 大公主躺著也要中槍這樣 哈哈哈 就真的那個很難溝通細節 很難啊 真的很難啊 所以我就覺得 所以你算是幫他們解決了一個問題就對了 對 而且我覺得清達雪劇在現在這邊來講 好像有一點變成是湯澤跟華人的橋樑 嗯 你知道我們遇過一件很酷的事情 什麼 就是 沿緣滑雪場有一次他纜車故障 所以他完全不能動 那上面坐滿了客人 幹 哇哦 那 我們第一時間接到電話說 不好意思 那個我們現在纜車故障 我說哦 OKOK 那有什麼需要幫忙呢 對 我們需要有中文的人員在底下 幫我們拿大聲工解釋 如何從上面垂降下來 哦哇 好酷哦 可以垂降下來哦 對啊 然後我們學劇店瞬間變收救隊 你知道嗎 哈哈哈 好酷哦 天啊 這那會危險嗎 說實話危險啊 對啊 其實很可怕 而且如果風很大 就是 你要垂降下來 你的東西要怎麼扣 如果他從日文 他根本不知道扣哪裡的話 扣 這超危險 他就 靠 對啊 這個超危險 很精采 我們還有影片 哇 好有趣哦 這個超有趣的 然後還有就是 有一天我們接到客人打電話 他用那個我們的LINE 跟那個IG 一直瘋狂打電話給我們哦 我們說你怎麼了 一接電話 救我救我 他因為划錯路線 他受困在山上 幹 哇靠 他受困在山上 Oh my God 那真的是嚇死 重點是 他手機快沒電了 我們根本不知道在哪裡 他就一直說救我 他現在沒有辦法下山 他卡在雪裡面 幹 幹那怎麼辦 那怎麼辦 嗯 就清達搜救隊 再次 哈哈哈 有需要打電話 叫當地的搜救人員 要 要 要 我們就趕快 因為都沒有專業的那個搜救車 對我們就趕快請 我們那個 就清達他趕快去跟 那個現場 就是用翻譯來對談說 他可能在哪裡 然後我們的人員 所以是stand by 然後讓他接送他下來 哦問一下那個 在雪場裡面 自己迷路 叫那個搜救車 是不是很貴 你知道多少錢嗎 我知道 一個人員的話 一個小時是5萬塊 那要看幾個搜救人員 然後再來車輛 另外算 我 一整趟搜救下來 如果你真的是 自己 跑到線外的地方 需要搜救 20萬日元左右吧 你就這樣 還不一定救得到 噢 shit 不要講這麼可怕的話 所以 那個人後來有安全的 安全安全安全 然後他挖了20萬這樣 沒有沒有 後來他雪場搜救的部分 費用我們不知道 但是 聯繫的過程當中 就還好就是有翻譯啊 有我們資源的車輛 可以接送他之類的 他下來是全身發抖 嚇死了 他是滑到哪裡啊 你知道嗎 他滑到線外 因為有一些時候 嗯 雪場會有告示是 這條線不能下去 因為我們沒有開放 因為他的鬆雪沒有被積壓過 嗯 但他可能還是滑下去了 他想要一路滑下山 就卡在半山腰 對這件事很危險 所以真的是 雪場沒有開的路線 真的不要輕易進去 所以每年其實 應該都會有一些這種 搜救隊每年都成立啊 每年都在救 但是疫情停了兩年啊 對對 但是以往之前來 就是搜救隊 然後還有就是 滑雪受傷的客人 嗯 我會不會講一講 大家不敢來滑雪 不會啦 不會啦 大家都知道啊 沒有 我是這次更深刻體會是一個香港客人 嗯 他跟他女朋友 我就看他們 兩小無猜的進來租雪去 然後他們說他們第一次滑雪 然後就穿著PayPalette去滑雪 結果呢 下午突然接到通知說 女生腳受傷了 因為女生摔倒 男生從後面滑過去 從他膝蓋上面 剛邊這樣切了一下 所以褲子 防摔褲 都破了 然後膝蓋劃出很大一道傷痕 然後呢 我們接到這個訊息以後 第一件事情是趕快聯絡雪場 去把受傷的人員帶下來 嗯 然後呢 那個男生 因為他們是租借的嘛 他們是當天租 當天就要還 那男生進到電影在發抖 然後重點是我們電影很多客人 然後我就看到這個男生 我就說 呃 他就很慌張 我也不知道他在講什麼 他就說 哦 我要還東西 呃 我要拿東西 呃 我要這個 我要那個 我說不好意思 你先跟我來 我就把他帶到一個比較沒有人的座位 我就說你先坐下來 你先聽我講 你先把所有身上的裝備換下來 然後把你女朋友的換的衣服戴著 請你聯絡你女朋友人在哪裡 我待會開車接送你去 嗯 好 他就冷靜下來換完以後 哦 東西交完以後 我就說好 我們現在 他在醫院 我們現在出發去醫院 啊 我日文也沒有到太好 但是我可以簡單的幫你翻譯一下 那我就帶他去醫院 那這時候我就想 我們去醫院的時候已經6點多了 我就問他說 你們是 待會兒要進行手術的話 你們是今天晚上要回東京嗎 嗯 他說看手術狀況 然後好 所以是嚴重到需要動手術哦 需要縫合的 嗯 就是整個膝蓋已經被劃開了 Fuck 真的 嗯 我的膝蓋我都瘋癢癢的 然後那時候呢 我就跟他講說 就是我 我就聯絡了雪具店跟民宿 有說 呃 如果有一位香港客人臨時要入住的話 麻煩你先清一個房間給我 然後不用額外跟他收費 因為他有遇到意外狀況了 嗯 然後 哇 雪具店這邊 呃 如果他們堅持要回東京 手術完以後是OK可以行動的話 雪具店的人請隨時stand by 幫我接這組客人回到車站搭車 然後他那時候回來 他真的很趕 那個男生快跪下來了 因為在海外發生 不過是我一定也會 會跪 對 因為這種事情就是 很溫暖你知道嗎 在在海外遇到那種事情 有人這樣子可以幫你 It means everything 對 其實我的想法就是 好也許我是 我是幫助一個來湯澤 玩的人 他可能因為這樣 他明年還會再回來 可能就跟不同人了啦 哈哈哈哈哈 那女人就fuck you嘛 對那個女人可能會fuck you 就是媽我跌倒 你從我身上滑過去